你好,我是Andy 如果太空飞船在飞行的过程中发生爆炸会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算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太空救援 阿波罗13号 在太空探索的历史当中 有很多的通话让人印象深刻 最著名的就是在第一次登月中 Armstrong留下的名言 而如果让我投票的话 我会把第一名留给阿波罗13号 三名宇航员在飞往月球的过程中 突然传回了这么一句话 休斯顿,我们遇到了麻烦 在很多文化当中 数字13被认为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迷信的说法 但是很多事情你又无法解释 让你不得不相信 这是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 在这幅画中包含了耶稣和他的十二门徒 正好是13个人 而此时耶稣已经知道他被人出卖了 而出卖他的人叫Judas 而他也正好是在晚餐中第13个座下的人 在最后的晚餐以后 耶稣就被抓了起来 最后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美国文化中就不太喜欢13这个数字 很多人都会好奇 最后的晚餐为什么一定是13个人 而不是14个或者12个 Fred Hayes是阿波罗13号的宇航员 而他的妻子也有同样的疑问 你们的飞船为什么一定要是13号呢 为什么就不可以换一个数字 在他的心目中13是一个非常不吉利的数字 而太空探索又是充满了危险 所以他的妻子当时非常的焦虑 Fred Hayes当时对他的妻子说 我们都是工程师和科学家 我们不相信这些 美国在1962年确定登月以后 就将该项目命名为阿波罗计划 但是在正式登月之前要有很多的测试 所以他们采用的方法是 在同一个项目代号下面进行编号 比如说阿波罗7号是载人环绕地球飞行 阿波罗8号是载人环绕月球飞行 而真正第一次开始登陆月球是阿波罗11号 阿波罗13号实际上是第三次登月 NASA当时并没有选择跳过13这个数字 可能像表明一种科学家面对这种事情的态度 实际上不但这次任务的编号是13 连发射时间都是下午的1点13 或者是军事时间的13点13分 但不管你相不相信 最后的阿波罗13号真的就变成了惊险之旅 本次任务的总指挥是James Lovell 就在发射的前一天 她的妻子在淋浴时 不知道为什么手上的结婚戒指就滑落了 掉进了下水道里 她当时真的吓坏了 认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但她也没有对任何人说 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祈祷 而经过时间证明 女性的流感一般是比较准确的 宇航员乘坐的太空飞船 使用的燃料是液氢和液氧 因为氢和氧的燃烧效率很高 燃烧以后产生的水可以用来冷却系统 也可以作为宇航员的生活用水 而阿波罗13号的问题 就是出在用来装液氧的罐子上 出问题的罐子本来是要在1969年 安装在阿波罗10号上 但是就在发射前 它被从6厘米的高度摔了下来 所以当时在阿波罗10号就没有使用 而是重新建造了一个新的罐子 而这个被摔过的罐子 经过检查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后来就被用到了阿波罗13号上 但是检查人员不知道 其中的一个管线已经遭到了轻微的破损 在阿波罗13号发射以前 工作人员对各个部件又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检查 他们发现这个被损坏的液氧罐 无法正确地排出氧气 而原因就是之前被摔坏的内部管线造成 根据设计 液氧罐是带有加热的装置 帮助液氧流动 于是他们就用加热的方法帮助液氧排出 但也就在此时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液氧罐加热装置的设计电压是28V 而测试人员却将它连接到了65V的地面线路 而且时间长达8个小时 过高的电压和过大的电流导致加热装置的开关被烧化 固定在了关闭的位置 所以加热装置一直工作 一直将液氧罐加热到530摄氏度 而液氧罐最高的标记温度才26摄氏度 所以测试人员从外部完全看不出任何异常情况 而这种高温就破坏了液氧罐内部线路的绝缘层 这一连串的错误就导致了液氧罐最后变成了一个定式炸弹 而所有的人却毫不知情 1970年4月11日火箭如期发射 而在火箭升空以后 第二级火箭中间的一个发动机 提前两分钟停止了工作 地面人员马上进行了飞快的计算 几秒钟以后他们认为 即便有这个故障 阿波罗13号仍然可以飞向月球 但这个故障仅仅仅是一个开始 火箭进入太空以后一切接展得非常顺利 机组人员和指挥中心进行了视频通讯 实际上他们也向全美国进行了现场直播 毕竟是纳税人花的钱 但让他们失望的是在美国几乎没有人观看 而此时地面工作人员的状态可以用放松来形容 而就在此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视频中提到他们对宇宙飞船进行了例行检查 而其中的一项任务就是搅动液氧罐内的液体 因为在微重力情况下液氧会发生分层不利于流动 视频结束以后宇航员就开始了这种操作 而这种搅动是通过像船桨一样的电动风扇完成的 而在每一次搅动电流都会通过绝缘层破损的线路 根据推测破损的线路发生了短路点燃了绝缘层 然后就发出了一声巨响 液氧罐爆炸了 宇航员从他们的仪表盘上看到的就是电压降低 因为宇宙飞船是通过液氧和液氢提供电力 随后他们就紧急联系指护中心 从通话中可以听出 宇航员James Love当时非常镇定 但声音也非常严肃 而地面人员也能感觉到 他们发现的不是一个小问题 而此时地面指挥中心的负责人是Jim Kranz 他后来回忆说 通话结束以后大约不到一分钟 几乎所有人在电脑上都出现了宇宙飞船报错的信息 当时的控制室乱成了一片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遇到了一个真实的问题 而且完全不知道答案 宇航员当时以为他们是遭到了卫星陨石的撞击 服务舱总共携带了两个液体氧气罐 Jim Love通过仪表盘看到 其中一个氧气罐的氧气已经变成了零 而另外一个正在慢慢的减少 他马上往窗外看了一眼 发现氧气罐正在快速的泄漏 服务舱所携带的两个液体氧气罐是挨在一起的 一个发生爆炸以后 把另外一个氧气罐也损坏了 宇航员Fred Hayes当时的第一想法是非常的失望 他知道他们的登月计划肯定被取消了 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 这两个氧气罐正的氧气不但为宇宙飞船提供着动力 也是宇航员们呼吸的氧气来源 而控制舱内的氧气很可能在几分钟以内就会耗尽 宇航员们命悬一线 此时阿波罗13号遭遇事故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NASA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事情的经过 此时美国公众又重新开始了关注阿波罗13号 后来Fred Hayes开玩笑地说 公众看起来只对第一次探索另外一个星球感兴趣 或者是在你探索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 Jane Kranz他是一个工程师 以前也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 他说自己就像在空中遇到敌人的战机一样 必须冷静而且迅速做出决策 宇航员们飞往月球的宇宙飞船实际上是包括三个部分 右侧的援助体胶的服务舱 爆炸的就是这个部分 中间的部分叫控制舱 宇航员们就是乘坐他返回地球大气层 而最左侧是登月舱 到达月球轨道以后他会进行分离 降落在月球表面 所以在正常的登月过程中 会有两个宇航员进入登月舱 然后降落在月球表面 而另外一个宇航员会一直待在控制舱 当登月宇航员完成任务以后 他们会返回月球轨道和控制舱进行对接 所以登月舱也是配备有发动机 以及液氢和液氧 宇航员们需要从中间的控制舱 转移到左侧的登月舱 因为登月舱里有宇航员需要的氧气 此时的登月舱就变成了宇航员的生命之舟 所以氧气管的爆炸时间 其实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如果它是在和月球登陆器分离之后发生的 后果将不堪设想 暂时解决氧气问题以后就是如何返回地球 宇宙飞船当时距离地球20万英里 并以飞快的速度飞向月球 而且服务舱的推进器正在逐渐失去动力 NASA的营救团队迅速地制定了解决方案 他们需要使用月球登陆器的发动机作为推进器 同时重新计算飞行路线 Jean Kranz在此时必须做出一个决定 就是宇宙飞船返回地球的飞行路线 他可以选择最节省时间的方法 直接掉头返回地球 但如果操作不好会直接撞上月球 或者也可以选择围绕月球背面飞行 利用月球的引力大功效应返回地球 但缺点是需要4-5天时间才能返回地球 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因为不知道宇航员是否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 但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后者 这种从控制舱到登月舱的救援模式 曾经在模拟训练时讨论过 但后来被放弃了 认为不太现实 但工程师们还是将它作为流程写了下来 在爆炸发生以后 宇航员就马上把他们找了出来 三个宇航员挤在登月舱内 他们需要紧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而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15分钟 登月舱的软件系统是用来降落月球使用的 不能直接用于太空中的飞行 因为参数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们必须按照指挥中心 重新计算的参数对软件进行更新 而这一切在当时都需要手动来完成 他们非常小心地输入着每一个数字 而地面控制人员此时已经计算好了 五种可能返回地球的飞行轨道 在4月14日爆炸以后的第21个小时 宇宙飞船绕到了月球的背面 他们也拍下了月球背面的视频和照片 毕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亲眼看到月球的背面 哈勃罗13号也成为了飞离地球最远的载人宇宙飞船 当时他距离地球248,665英里 但从此刻开始 他们也将离地球越来越近 但是在返程的过程中仍然是困难重重 登月舱上面有足够的氧气 但是它的电力却是有限的 为了节省登月舱的电力 他们关闭了大部分的电器设备 黑暗的登月舱内温度只有3摄氏度 就跟家里的冰箱差不多 宇航员在未来的4天时间 就只能待在这样的环境 但此时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 登月舱的环境系统设计时 支持2名宇航员45个小时 而现在他需要支持3个人至少4天时间 这就导致了舱内暗氧化碳的浓度不断升高 他们虽然有足够的暗氧化碳过滤器 但是接口和登月舱内不一样 指挥中心的工程师赶紧想办法 如何利用宇航员手中现有的材料 制作一个新的过滤器 研究出解决方法以后 工学员又花了一个小时时间 教宇航员如何制作 改造以后的过滤器工作效果非常好 他们称之为地面和太空的完美合作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 对航员的身体也是巨大的挑战 Fright Hayes就出现了感染和发烧的状况 宇宙飞船慢慢地接近了地球 但此时他们又迎来了一项挑战 指挥中心告诉他们 以目前的角度他们无法进入地球打击层 需要进行一次角度调整 否则他们将错过地球 永远漂浮在宇宙当中 这种轨道调整他们其实一路上做了很多次 这将是最后一次而且是不能出错 他们三个人共同协作 一个人负责点火 一个人负责眼睛看着地球瞄准方向 一个人负责计算时间 因为钟表已经坏了 航员们从登月舱又重新返回了控制舱 他们打开了电源 对设备进行了一一测试 并准备进入地球打击层 进入地球轨道前第五个小时 他们抛弃了服务舱 这时候才清楚地看到 服务舱的一侧已经完全破碎 最后他们也脱离了生命之州 登月舱正式准备进入地球 此时整个美国都在为他们的宇航员进行祈祷 在做这个视频的过程中 他们之间的通话我听了很长时间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从始至终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镇定 而这里面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很多人就是飞行员 而且是战斗机的飞行员 他们在风险偏好和心理素质上 比正常人都要高很多 所以使用战斗机的飞行员作为宇航员 还是有它的道理 这个故事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